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叫什么呢 巧言令色嫌疑人 他说呢 这个话说的特别漂亮 特别动听 你听着耳朵里边那个舒服啊 那高兴啊 这种话叫什么 嫌疑人啊 没有仁慈之心啊 都是骗人的 所以说呢 进入一个状态 听骗 别人哄他 他开心 但是呢 听不尽劝 什么人劝你呢 大家注意啊 父母会劝你 为什么父母劝你呢 因为父母看着你长大 知道我这个孩子啊 小的时候什么样 大了什么样 性格什么样 他一决披露啊 想干点啥啊 我都知道 瞒不了人啊 所以说父母最了解你 所以说父母说的话啊 大家注意啊 父母说孩子的话 一般来讲直指人心 对不对 他不会跟你拐弯抹角的 他一天到晚就说你 说的那个难听啊 真难受 真难受 听了之后就不愿意改 为啥呢 习气 改不了 听的时间长了 烦了之后就说别叨叨了 都知道了 还说啥说 大家注意 你虽然知道了你改了吗 没改啊 父母看着你这样子 他就知道人生经验丰富啊 老人的人生经验丰富啊 他一看这孩子啊 我跟你说 这样发展下去会出事啊 早点给他打预防针啊 于是天天唠叨 这就是父母第一的劝你 第二的谁劝你呢 老师劝你 老师怎么劝 把你叫过来 跟你说 说你这个毛病啊 我跟你说啊 这样干下去的话不好 如何如何不好 将来会出什么什么问题 老师关心你 劝了几次之后呢 劝了几次之后呢 还不听 第三道防线是谁呢 是朋友 真正的好哥们 好姐妹 好闺蜜 来劝你 闺蜜和哥们怎么劝呢 说这样啊 你这个事啊 我认为啊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 别这么做 这么做呢 有哪些不好处 人家朋友劝了 这些话啊 都留三分啊 不会跟你说绝了 提醒你 好话不说三遍 劝了三次 一看 这小子不听 算了 不劝了 让他自生自灭吧 没办法 这个人太不执 于是呢 这三种话好听吗 大家注意啊 都不好听 为什么呢 直指人心 把你的脾气啊 坏毛病都直接指出来 撂出来 那话都有的甚至是很难 很难听的 你听不进去 这就是人生得意的时候 容易进入这状态 这叫听骗不听劝 那么下个步呢 很容易就出问题了 我就跟那患者说呢 我说你看啊 这个有的人呢 你看啊 在家里边 老婆老公管不了你了 听不进劝 周围的朋友呢 劝你呢 你也不听 为啥呢 朋友没有你成功啊 你最牛 你挣钱挣得多 你当官装当当的招 对不对 人家朋友同学 人家是平庸的老百姓 人家说的话 你听进去了吗 听不进去 他们还不如我呢 他们 他们不如我 挣得比我少 所以默认为 他们不如你好 他们说的话是错的 这是第二层 这第二层屏隐 也没人劝得了你了 第三层是谁呢 父母说你 父母管他 父母说呢 劝了你很多好话 也听不进去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呢 家里边 父母 那个配偶 劝不动你 出去呢 长辈呀 同事啊 说你呀 你也不听 这个人啊 谁都管不了了 这时候呢 老天爷在上面看 他一看 这小子 谁都管不了他 谁都管不了 而且整天在那捉 现在地球上流行一句话 叫做no捉no die 这个孩子天天捉 人们又管不了他 这么办吧 我来管吧 老天爷呢 就开始动心思了 老天爷管人好办啊 没像人间这么复杂 老天爷一管人很简单 两件事 哎 这个人啊 天天在这躁 这么办 给他的病吧 给他的癌症 让他先反省反省 有的人呢 得了癌症啊 得了癌症啊 还不反省 大家注意啊 一开始有身体有病啊 是提醒什么呢 提醒我们反省啊 有一些德行啊 可能还不都圆满 还需要修啊 这时候聪明人啊 人家那些乖巧的人啊 很快就改了 就像我前两天讲课 遇到的张华老师 那是什么癌症 那是晚期癌症啊 他改的好啊 改了三年之后癌症 化疗放疗 完事之后 身体恢复特别快 到现在跟好人一样 皮肤又白又嫩的 头发还黑 眼睛还明亮 说话体气十足 身体还胖 大家注意啊 癌症患者 人身体都瘦了 那么晚期癌症 当时都不做手术了 放化疗没有指标了 而且还不敏感 就等死了 是这么样一个人 刀就改好了 人家大家注意啊 人家乖 一有了问题之后 力特反省 这是学传统文化学的好 叫做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那要是一般人呢 他行有不得反求诸人啊 他也不听话 老天爷一看 这人不听啊 怎么办 再给他点车祸吧 给他点灾难 让他再反省反省 有的人还反省不了 老天爷一派大学 干脆我把他收了算了 人间这点事啊 人间的老师啊 教不明白了 人间的老师教不明白之后 我亲自来教吧 我亲自来教 把他赶紧 派几个人 把他弄回来 我亲自教教他 大家注意啊 这叫笑话 笑话 大家听明白 我讲什么了吧 这里边老天爷存在吗 不存在 什么叫天呢 抬头是天 天是什么 Sky Heaven S 空气 有人吗 没人啊 对不对 谁在那主宰你呢 没人主宰你 谁主宰呢 大家记住啊 四个字叫做自然规律 古人呢 把自然规律叫做道 这个道呢 古人认为这东西 你别碰 这东西不得了 这个你要是遵循他的话呢 你就舒服生活的幸福 高兴 你要是跟他违背的话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逆天者亡 天呢 就是道 就是自然规律 你千万别碰 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些经验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传统文化的经典里边 所以说我这朋友啊 他就逆天而行啊 他先对着站 跟他的老公 他的天对着站 第二个呢 跟他的父母啊 跟他的婆婆啊 对着站 缺德了 缺了德之后呢 2012年得了病了 造病成功啊 用了七年啊 这时间已经挺长了 哎呀 用我的话讲 就是不是特别精进 七年你才把乳腺癌造出来 在第七年的时候 第12年打电话 五年啊 五年 12年 他说呢 彭大夫完蛋了 我在肿瘤医院的 大夫说得做切除 你过来帮我看看 我就信任你 我就去了 去了一看这片子 主治医师医疗 我就心话 很难了 单纯偷吃药 不可能了 因为什么 全身转移 尤其是零八节转移 那很难治的 我说呢 你呢 怎么办 你先接受西医治疗 先做切除 佛作画 哪个大夫啊 拍着胸脯说呢 说呢 你的病啊 我包好 给你吃的药 包好 我告诉你 90%是江湖骗子 没有人这么说的 凡是临床 但我临床的医生的 你就知道 这个癌症啊 不是靠单纯吃药 尤其是到了中期 你都转移了 淋巴都转移了 你靠吃药 能吃好啊 对不对 所以说先手术 手术之后呢 放化疗 完事之后再恢复 再用中药的方法治 这个过程啊 你要想剪条命的话呢 你得学习 学什么呢 学传统文化 哪本书呢 我送给他一本书 叫化性痰 化呢 融化的化 化学的化 性呢 就是性德的性 痰呢 就是痰化的痰 我送给他这本书 我说这本书啊 你看着 对你有帮助的 很薄啊 这本书 后来我在我的诊所里边 每个人我都送了 结缘 每个人看了这本书之后 至少能再多活 十年到二十年 这本书里边讲的到位啊 这个患者呢 当天晚上看了之后 就这朋友啊 第二天早上给我打电话 他说彭博士 我跟你相交了这么多年啊 你这人太不够义气了 太不够义气了 那个这么好的书 这个时候才给我 你这不马后炮吗 你这不是 对不对 这么好的书 你这时候才给我啊 我看了这书之后 我才知道 我这病闹了 半天我跟你说 都是自己造的 怨恨恼怒烦 那个认不是找好处 一样没做到 天天的就是怨恨恼怒烦 然后管人 你看人 王凤仪先生写做到位 管人是地狱啊 管一分 别人恨一分 管十分 别人恨十分 不是地狱是什么 人说多清楚 我这性格就喜欢管啊 我招管啊 企业招管 我天天管人啊 别人不听话 我就生气啊 所以说造出病来了 把这管人的特性带回家 管老公 管婆婆 管任何事 所以说管出一身病 啊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 电话那头说 然后我说你先别着急 你听我讲讲啊 大概在五年前 2007年 我们有一次活动 我就送过你这本书 封瓶不是这样的 封瓶上是一个王凤仪先生坐在那块摇着菩萨的那张照片 你还记得吧 记不得了 我说当时你看了这张照片呢 还说了一句话 说这老人家 你看啊 挺慈祥的 你还想着吗 好像有那么回事啊 我说这本书你看了吗 他说我当时好像翻了两页 觉得这里边讲的不是特别到位啊 也不对 然后我就塞到书架上去 我说你看啊 同样一本书 你现在读为什么能读进去 五年前你为什么看不进去 很简单 五年前你对别人错 你人生得意啊 现在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现在把病造出来了 知道反省了 这个时候 你心气降下来了 你看书才能看进去 那么大家注意了 我们这三天啊 讲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大家一听啊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这东西啊 自古以来都讲 孝替忠信 离义廉耻 仁爱和平 就这八德呀 对不对 不用讲了 老师们不用讲了 我们回头 我们都知道 孝顺父母谁不知道啊 团结朋友谁不知道啊 对待长辈 对待领导要尽忠 谁不知道啊 对不对 孝替忠信都知道 中国人都懂 那么为什么还要讲呢 传统文化的东西不难啊 弟子录业啊 很简单啊 小朋友啊 六七岁的小孩 跟他说一遍 他都记住了 那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还要学 大家注意啊 关键点来了 传统文化看似简单 实则非常深奥 他深奥在哪里呢 他深奥就深奥在 他经历了几千年的沉淀 也就是说 咱们的祖先啊 几千辈子呀 好几十辈子呀 总结出来的这点精华呀 留到现在 那叫什么 那叫人生经验的高度总结 高度总结 他不是一般的总结 不是说我总结了 一百年二百年 总结出来的规律 告诉你 不是 中国的文化总结了几千年 他的东西呢 你看上去啊 非常的平淡无奇 大家注意啊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你还没出事 等你出了事之后啊 大家注意 你再一看 感觉就不一样 尤其是我那些企业家 甚至有一些官员的朋友 都跟我讲 他说彭大夫 为什么我上了岁数 喜欢看传统文化呢 很简单 人精的事多了之后 他拿出这个书一看 就拍大腿 哎呀 我要是早点学 早好了 我不至于走这么多弯路 有的人呢 在监狱里边拍大腿 我要是早接触 弟子为传统文化 我就不至于进来了 有的人呢 在病房上拍大腿 我要早学了传统文化 早看了刘芳总裁的光盘 我还至于得乳腺癌吗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注意 简单的东西 不简单